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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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378的台积电 到昨天487 一个多礼拜 109块钱了 短线上这绝对不是买点 而且昨天 又多了一个锦上添花的消息 巴威特 华拉斯市41美金买台积电的ADR 帮378这个买点锦上添花 急掌 乖离过大的台积电 昨天告诉你不是买点 所以今天来到494的台积电 你可以网上解码 因为正管理过大了嘛 一个多礼拜 创造了116块钱的一个利润出来嘛 那解码呢 当然是要转买中小型个股嘛 轮动轮涨啊 当时候台积电这个位置 中小型个股率先起涨嘛 那这几天呢 你也看到指数 涨得快 多1000点 谁在动 台积电啊 那中小型个股是不是在休息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 因为接下来台积电 我认为会休息啊 换谁表态 换中小型的个股啊 这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结论 所以呢 把握住中小型个股 即将往上冲的 最佳的买点 同事 我昨天怎么预告的 我们告诉你先下后上 今天有没有下来 是不是说问题 秦老师把答案先给你了 你还不晓得低接吗 同事的一个架构 车用电子啊 8月23号 154 双底站上警线 要会跟我买 这叫低档啊 发动的买点吗 154 到197嘛 这创新高啊 不追啊 要会跟我卖嘛 想买的 押回再买 我的解读很肯定啊 我没有再跟你模拟两可啊 帮你踩刹车 是希望你不要盲目的追价嘛 是不是 当时候多少人追在 190以上的同事 我告诉你 不可以追 不可以追 要会跟我卖啊 9月13号 如果196有跟我卖的 什么时候可以买 打到149 我有没有接回 是不是差了 四十几块钱了 股价很便宜 我有接回啊 是不是 接回我会有没有卖 我154有没有卖 就是因为我会卖嘛 所以接下来行情的回挡修正过程 那个风情完全避开 所以同事 我有让你受伤吗 亲爱的会员 196我们带你卖 154我们带你卖 接下来131.5 我没有接啊 资金一套怎么运用 会员很清楚嘛 所以呢 当时候同事卖出资金 早就转去 比如说金瑞啦 高利这些股票啊 不是赚更多吗 所以这边没有买 就是没有买 什么时候做接回的动作 礼拜 143嘛 所以我会跟你吹嘘 我买最低吗 不需要 而且我脸皮也没那么厚啊 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跟我对价嘛 所以整个同事 我就143接回啊 风险完全避开啊 这是卖点啊 这是买点啊 礼拜站上月线啊 可不可以低接 可不可以接回 你们跟你对价 很清楚的一个买进买回动作 当时候在142.5嘛 所以143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盘中 有没有一度亮灯 昨天开高走低啊 昨天最高156嘛 收盘是150嘛 是不是开高走低 我说会先下后上啊 如果我告诉你 同志 接下来格局会先下后上 156 买点还是卖点 我先问你啊 所以整个一个同志 昨天对他未来行情的规划 叫先下会后上 全部清楚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嘛 送分题啊 我送钱给你啊 你有没有把握啊 我把考试的答案呢 昨天先讲给你听啊 答案不是在这边吗 今天有没有下来 今天同志有没有下来 来到145.5让你买 我143接回的啊 昨天拉高到156嘛 156当然不追啊 知道会下来还追吗 什么时候可以买 今天有没有下来 今天有没有下来 145.5让你买 所以对未来行情的规划 我说过 我喜欢跟你讲在前面 你当然会印证在后面 所以接下来一个台积电 让他停滞 让他休息 对盘面是一件好事情啊 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 我喜欢台积电不太动 指数的空间浪出外嘛 浪给谁 浪给中小型的个股啊 所以同志今天 最低撒到145.5 我前天的买点附近嘛 143啊 收盘有没有拉高 151.5啊 翻红的 台股今天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中小型个股的同志呢 开低走高的 你有没有看出端倪 我今天一开中 给你个策略 你也有没有听进去啊 湖联也是测用电池的 这张股票 11月1号短底刚突破啊 我当时是买在150 150买完之后 有没有过月线来到158 我说过完月线的一个 湖联还会再涨 很清楚啊 当天是黑K棒 当天是开高走低啊 收155啊 谁会再当股票 低的时候高纯还会再涨 又是只有在下我 领先市场是需要靠专业实力的 我在分析盘式各股的一个 未来走势 不是凭感觉啊 对不对 开高走低的 还会再涨 是我给你个结论啊 讲完之后 隔天8号 有没有涨2块钱 我说再补量就会再涨 当天涨2块钱啊 11月7号 开高走低啊 我说还会再涨嘛 隔天有没有涨2块钱 但1800多张不够嘛 所以我说再补量就再涨 他有补量给你看 从1000多张补到1万多张啊 有没有上去来到169 你又印证了 这样是一档股票完美的操作 看图说故事啊 你当天买在169会对吗 一定是错的嘛 收盘是149.5啊 所以你要买150还是169的狐连 小学生都会了吧 是不是 所以整个狐连的一个架构呢 今天从169回档修正 来到142附近 开始逐出一个双底 目前最新10月营收 凌场率呢 依然43% 今年度的狐连 1到10月份 营收跟欠缘比较 都成长两位数字 我说我有今年度 我对于车用电子 看得还蛮乐观的 它跟消费性电子的需求 是截然不同的 你看一下 日本市场 二手车卖得比新车下下降 为什么 供不应求啊 新车来不及 符合市场上的一个需求面嘛 所以二手车卖得越来越棒 二手车的价格是越来越高啊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 所以车况 往上成长相关的车用电子 来到低点要会买嘛 所以我常跟你分析 产业结构趋势往上 个股如果股价往下修正 来到支撑 要会懂得逢低成节 这样双底形态 好不好 要会低接 双红 散热模组的 赚超过一股本了 K线收缴止跌 KD黄金交叉 融资水位新低 筹码很干净 面面俱道的分析啊 所以你认为 清老师在挑股票 清财劲的吗 精挑细选啊 我花了很多时间 勾表也可以清财劲的 全体会员 把他的资金全部托付给我 做管理 做操盘 我可以随便选股票吗 是不是 所以整个双红的一个架构 基本面 K线 KD 筹码 都告诉你很清楚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结构嘛 所以要赶快上车啊 对 你敢不敢上车 连续三根黑鸡棒 每天开高走低117啊 撑得还不错 要买 又是两根黑鸡棒 横向强势整理118要会买 它还没涨 我告诉你 要买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 股价不动啊 你没有兴趣嘛 中盘 对 中股价 每天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啊 好像买的都往下做修正了 你敢买吗 看见未来你就敢低接啊 不管是17 18 是我告诉你的一个买点 很精彩啊 股价还没动 你要跟着布局啊 等到动上来的你就想追啊 是不是 上礼拜三涨到135啊 留着 不卖 上礼拜五涨到143 继续留着 量价没有不对称 筹码越来越稳定 干嘛卖 大行情耶 对 有些股票 如果如同我的规划 它会随着盘市涨3000的一个趋势 一直往上走 如果是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的架构 需要做短线的价差吗 需要吗 我说过 价差我买什么啦 我比较慢啦 我专门负责帮会赚坡段 不要因为价差啊 好像自己很厉害嘛 然后呢 高点卖 低点不小心马上又冲出去了 后面那一大段 那个叫坡段 你没办法赚到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所以上礼拜五继续留着啊 昨天礼拜 跟着一下礼拜跌到136 还是不卖 连续两根黑鸡棒 告诉你双红我还是没卖 礼拜是不是136.5 所以礼拜二呢 有没有开低走高中长红 涨五块钱来到141.5 136.5不卖嘛 从上礼拜讲到礼拜一啊 这不大涨小回吗 这只要小回而已啊 我需要急着卖吗 礼拜二不是拉出红鸡棒 11.5啊 创收盘新高啊 是不是 那今天双红小蝶 你觉得我会卖吗 你觉得我会卖吗 大波段的操作 要跟着大格局的老师 你才有办法赚到完美的利润 你说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一个排线 可能即将面临休息的一个状态 对中小型个股的一个往上走高的一个架构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这档10月营收 年长率超过七成的机油股 我之前卖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呢 突破月线啊 准礼拜二 黑鸡棒 逢低买啊 是不是 跌的时候要买啊 今天这档股票也没有涨啊 小跌啊 一样可以逢低买啊 所以股价高档有卖 现在在低档区 基本面依然大股成长了机油股 就是现在我要带你卡位的一个重心啊 好 一步调入为操作的 可以交到亲爱的老师来 小组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婷娟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升拿个昨天来到波段新高 137.5 我告诉你 就骂一把 今天升拿科太低 跌了十几块钱 你有没有跟着卖 像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是时候胖胖吗 我是时候看说故事吗 第一个委员是那个升拿科 毫米波 他的高阶技术啊 当时候8月4号 回档153要会买 低档要会买嘛 从153 涨到184 冲新高 卖一把 这样子至少三十块钱吧 很清楚吧 买点卖点 卖掉了这个升拿科呢 回档下来我152有接啊 我讲过啦 我157也有卖啊 所以整个升拿科呢 这一段跌了快七十几块钱 完全避开 我没有让会员受伤啊 我已经跟你讲过啊 升拿科 我是带特位尊龙会员 两个等级一起卡位的 全体特位尊龙帮秦老师做见证 回档修正完全没有让会员受伤 你以为很简单吗 建筑台股 回档六千点啊 你有沒有受伤沉重 为什么受伤沉重 还是那一句话 都不会卖股票 就是因为不会卖股票 纵使你之前很会赚 一次不小心不会卖 全部的吐回去啊 你有沒有这样一个经验 今年度你为什么损失三兆 只会买 听了消息买 听了银院爆牌买 看了财经节目买 你有那么多资金吗 持股要懂得集中化 集中在最有效的一个股身上嘛 我给你买点跟卖点很精彩啊 184 157 有没有带你们卖 就是因为有卖 跌到108.5 差了70几块钱 可以不可以接回 肯不肯定 肯不肯定 10月26号108.5 我有接回啊 30号涨到115啊 我说这个量不够啊 要补量啊 讲完之后 隔天有没有补量给我看 精不精彩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每天持续性的分析 延续的一个内容 不然是磐式的架构 个股的一个脉络 你应该听得很过云了 有没有比8点党连续剧还要精彩 是不是 有没有补量来到1 2 3 10月7号 过月线还会再涨 黑鸡棒耶 黑鸡棒耶 开高走低耶 我说还会再涨耶 是不是 讲完之后 有没有大涨将近9% 礼拜一啊 来到1 3 5嘛 涨上去 往上剪嘛 跌下来我才会带你们买啊 该买的位置是这边嘛 108嘛 然后呢 135要追吗 礼拜一告诉你 涨上去往上剪嘛 昨天礼拜二 137嘛 108到137 涨了快30块钱 那就卖吧 那就卖吧 你已经有没有卖 你会不会卖 昨天 红K棒 很好卖 我常告诉你嘛 我什么时候 喜欢带会员 卖股票 跌吗 反正市场操作跌的时候 带会员默默的承接啊 涨上去 一个口令下去 全体会员 才容易全身而退嘛 当然是大涨的时候卖 比较好卖吧 137昨天告诉你卖吧 你不卖 今天有高点让你卖吗 今天有高点让你卖吗 今天一开低 最低来到125啊 你昨天高点137差了12块钱啊 跌时来跟我买 是我给你的优势 涨的时候来带你卖 是我给你一个价值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 逢二不明的一个盘市 也就是说 非常 琢磨不定的一个股市 你想不想 要 会跌的时候买的优势 或是涨卖的一个价值 你要不要我 金老师给你优势跟价值啊 这是你的保命符啊 你不觉得吗 不然谁 会在昨天 森达哥创新高 告诉你要卖 很多人可能跟着我后面分析 低谷卫星的森达哥啊 但是他带你买在几块钱 他带你卖在几块钱 这样一比较 你就知道高下立判了嘛 所以金老师是为代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买股票很简单啊 8月4号的元泰 跌到178.5嘛 回月线的买点 什么时候要卖 从178涨到25嘛 涨了43% 25这个位置要卖 我说有拉维修症的压力啊 你25不卖啊 你什么时候要卖 不然你要等到181结尾 才做一个卖出动作啊 不要追高杀低啊 要懂得低进高出高出然在低接啊 这是操盘节奏啊 永远不会改变 低进高出高出然在低接 你如果没办法做到这样一个模式 股市的一个财务 真的跟你没有缘分 那个钱财啊 离你越来越远啊 因为你都在乱走啊 是不是178到25 给你买点跟卖点嘛 很精彩嘛 25就本波段的最高点 接下来没有了 和你下来回到之前的一个低档位置 181结尾啊 这你都看过了嘛 三天涨了26块钱 207那一天没有卖 有点可惜 那接下来呢 整理三天啊 强势啊 回一档三天马上拉高 所以207没有卖 没关系 拉高来到 11月3号215那天要会卖 我卖在214嘛 181到214 这样一买一卖 是不是33块钱 隔天还有217的高点让你卖 是不是 这一天啊 217啊 你还不卖 我爱摸人数啊 一样啊 我把答案先讲给你听啊 掌上来要会卖啊 你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卖 包括这根黑鸡棒卖也OK啊 都要200以上嘛 这次都要200以上 那你都不卖 等到礼拜四达到183啊 你还没卖的 要赶快来找我 我已经给你很明确的提示了嘛 回到我181的买点附近 他会反弹一下啊 所以上礼拜四 我们告诉你 袁泰还没卖的 付诸行动吧 你不付诸行动 隔天礼拜五 你一定不晓得要卖 涨到198 你会卖吗 你会卖吗 所以上礼拜五不卖 昨天178 今天剩173啊 光是礼拜五到 今天啊 差了几块钱 差了25块钱啊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今天卖在173啊 谁 的错 你那么喜欢杀低啊 那么喜欢追高啊 追高杀低 永远是输家的命运啊 低进高出 永远是赢家 不变的一个操盘守折啊 见机 电动车 充电桩的概念股票 打到53.1 回当五天 来到缺口就要支撑 转折买点 上去62.5 卖20% 来到前波高 练价不对称 卖啊 这你都看过了嘛 高点有卖 打回 差了快30% 所以10月31号 我说我追回来啊 47.75啊 用追的没有错啊 为什么可以追 我高点卖这个位置啊 差了快30% 追回 你所看到的是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去头去尾 大概赚20%啊 然后呢 11月7号 60.8 卖 是不是 这样子 两趟加起来47% 两趟的动作 47%啊 那现在回档八天啊 来到52.1 止跌耶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康普今天虽然 尾档啊 卖压不中啊 看量就知道啦 这一档机油股 看清楚 有低点 明后天都可以上车 他今天出现一根 带亮的红K棒 确立底部 融资 创下新低水位 筹码很干净 今天没有上车的 明天 后天 有低点不要再措施的 台积电的一个休息 就是为了中小型的一个上涨 所做的休息动作 你不可以休息 欢迎你加入龙家军的行面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死 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林娟 好 非常感谢 来遍芬小婷 观众朋友了 本公司一所推荐分析 至各别有家证券 我们当然是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共参照 投资应该注意判断 选顺证评估 并且是副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咱飞